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所以惯法如直欢 他就知道如欢如梦 所以他就管生如如愿 管生是什么呢 生就是投生 投生就投生 投生我们 我们普通的人 相信轮回的人 我们很害怕投生 我们害怕投生到地狱 饿鬼 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担忧 他的投生是什么呢 他的投生完全是为了终生而投生 为了终生 还不到异地的时候 修行比较好的时候 有了菩提心 修行稍微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他的投生的动力 不是野力 而是愿力 愿力 大家要知道 投生 在大乘佛教里面讲 投生的原因 大概就讲了四五个原因 我们现在的这个投生是 野力 这是罪业 野力投生 所以我们不自由 野力让我们安排到地狱就地狱 安排到天堂就天堂 然后 稍微有菩提心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真武 觉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投生的这个力量 不是 不是野力 而是 愿力 愿力 心愿 愿力 然后 异地菩萨一上呢 他也不是愿力 也不是野力 是禅丁的力 禅丁的力量 禅丁的力量 这样子有好几个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投生 他是真正的再来人 来干什么呢 来度终生 他发现 可以度终生的时候 他特别的 喜欢 这里面讲 如园 进入花园 这个意思 进入花园 就像我们到花园里面去玩一样 就像我们到公园里面去散步一样 到公园去散步 就像这样子的感觉 他这个时候呢 对他来说 投生 他不但是不害怕 而且他特别的 喜欢 就像我们到花园去散步一样的感觉 所以 灌生 入如园 金入花园一样的 对他来说 投生就是这样子 若成 若不成 这个什么意思呢 若成 就是说 当他成功的时候 当他心想失诚的时候 叫做若成 成功 然后若不成 是当他失败的时候 因为他还不是佛 所以他也有成功的时候 也有失败的时候 都有的 比如说 他也有健康的时候 然后也有不太健康的时候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 不是 不是什么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 比如说他去读终生 非常非常成功的时候 然后他去读终生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 然后呢 不能心向失诚 这样子的时候 他也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他来说 什么样子呢 若成 若不成 成功的时候也好 不管他成功的时候也好 不管他 这个 失败的时候也好 祸苦 戒无 补 空补的补 活 是什么意思 烦恼 贪嗔痴 活 哭 是什么 哭是生老病死 身体上的痛苦 不管是烦恼 或者是痛苦 对他来说 戒无补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空举 意思就是说 当他成功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烦恼的痛苦 他也没有这个烦恼的空举 当他失败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烦恼的 这个烦恼或痛苦的空举 都没有 因为他已经通大了 一切都是如患如猛的 这些烦恼影响不了他 但是他的失业 因为还没有成佛呀 所以不是人云之成 有些时候呢 他的失业很成功 有些时候不成功 但是呢 成功不成功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成功和不成功 不会对他有太多的烦恼和痛苦 他没有痛苦了 这个时候呢 人就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 若成若不成 活苦 戒无补 没有恐惧了 没有恐怖 这样子的意思 这时候呢 有 这样子的生活 有意思了吧 我们现在 就稍微赚到一点点的钱 然后呢 就是 偶尔去吃和玩了一下 这个还算什么呀 人家这个境界呢 成功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 任何的时候 若成若不成 都没有烦恼 我们若不成的时候呢 我们有烦恼 痛苦 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自卑 然后若成 稍微有点点成功的时候呢 傲慢呢 这个 这个时候 有傲慢 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那我们 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 凡夫人的 这种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需要用这种方法 去 把这个 这个 缸里面的水 把它流掉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 这个 不清净的 言耳 逼色 神的 这种 这个 识觉 听觉 把它流掉 端掉 然后这个 不会 并不意味着 从此以后 我们看不见 听不见 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变成了 瞎子 笼子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另外一个世界 我刚才讲 仙和蜜 有一点不一样 什么呢 这个方面 他们两个都是公人的 没有 没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争论是 显宗 他就觉得 现在 这个世界 它的本质 就是不清净的 但是呢 通过修行 把它变成了 清净的 这样子 密宗呢 说 现在也不是不清净 现在就是清净 只不过我们 没有看到而已 就是这个 他们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密法呢 它就是让我们 快速地 快速地达到 快速地达到 这个境界 快速地达到 这个境界 让我们去接受 一些特殊的训练 这叫做 墨贵式的训练 大家知道吧 墨贵式的训练呢 好像是二战以后啊 二战以后 这个墨贵式的训练 就是变成了一种文化 然后现在呢 很多的企业当中啊 在用这个墨贵式的训练 意思就是说 一个强制性的 这个训练的方法 让你强迫 被迫地去训练 然后在这个当中 它训练出来 只要你能够 接受这个训练 快速就成功了 那么 密法里面呢 让我们快速地放下 快速地放下 比如说 密法里面呢 讲 比如说 无肉 无干露 无肉 就是当时 引渡 2500多年前 引渡人 至少在释迦牟尼佛 这个活动的这一代 就像现在的 菩提盖 这一代的人 是不会吃的这些肉 大家都觉得 特别特别 肮脏的这些肉 然后呢 无干露呢 也是 大家都觉得 特别不能接受的 这些东西了 那么我们禅宗也在讲 放下放下放下 要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当然 当然知道 放下执着啊 那么执着放下 那清净和不清净 也是一个执着 最终它是一个执着了 但是我们 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 那我们 闪 鹅 清净 不清净 这个不能放下 该放下的放下 不该放下的 还是不能放下 所以我们 行闪 断鹅 这虽然是一种执着 但是这个执着是需要的 我们不放下 就像我们 前几天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就像我们 河中间的时候呢 这个船 不能放弃的 不能放弃 快要到 快要到 安扁的时候呢 然后你放弃 穿 跳过去 可能 也许比穿还快一点 可以跳到 这个 鼻岸 是这样子 所以在河中间 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能离开船 所以这个执着 游用的执着呢 就像一只船 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不能放下 虽然是执着 但是需要的 但是最终呢 大家都说放下放下放下 那么 比如说 比如说五柔 五中柔 是不清净的 然后呢 树菜水果呢 是清净的 那这种 这个是 这种执着 是不是执着呢 没有人说这个不是执着 这就是执着 那么清净与不清净的分别性 那么这个分别性 我们清问什么时候放下呢 那我们没有时候放下 就是不能放下 这个 那就是不能放下 我们说放下 放下 还是最终有些东西 不能放下 暂时不放下 我们理解 它有次第 有过程 不能放下 但是最终 还是把有些东西 我们要保留 实实地抓住 不放 那就成不了佛了 所以呢 弥法 它发现你有真无 而且你的真无 达到一定的这个境界 你有能力去接受 这样子的这个 木柜式的训练的时候 然后让你来一个 特殊的训练 通过这个方法 把你的所有的 最后的清净不清净的 这些所有的执着度 放下 所以这个 它的无肉无干肉 是什么呢 用来干什么呢 不是让我们 在生活当中 大家去吃肉哦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 用来训练 木柜式的训练 强制性地 把这些 最后这样子的执着 也就断掉了 但是这个断掉 必须要有真无的境界 如果没有真无境界 那不能碰 不能碰这些东西 所以 所以 密法里面也讲 比如说我们 受了纠结 受纠结的时候呢 那比如说 我们参加回宫的时候 回宫里面有一天天酒啊 那也不能喝的呀 但是呢 我们为了表达 其实实际上是 清净和不清净 是一个意思 都要打破的 所以我接受这个 就这个意思 标态 我们的这个无名值 站在酒里面 吐在嘴尘里面 标示一下 我不喝 为什么不喝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标态呢 这个我就知道 最终是要放下这些执着的 所以我给你标态 那为什么不喝呢 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的修行的境界 还没有达到这 所以我不喝 这个很科学的 然后吃肉也是 密法它有要求的 回宫有肉 为什么 就是为了这种训练 但是呢 如果吃俗的人 吃昌俗的人 他不能把吃这个肉 一口一口的吃啊 他有要求 人家讲得很清楚的 他讲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个回宫的肉里面呢 去一个很小一块 放在嘴巴里面 笑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就像一个藏鹰的腿 这么小的 藏鹰的腿多小啊 大家想想 一只藏鹰有多小 它的腿有多小 那么这么一小块 放在嘴巴里 这我就标台 我标什么态呢 我就标台这个 嘴中 清净和不清净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 八地菩萨的境界当中 柔跟水果 其实是平等的 我接受这个理念 所以我现在就给你标个态 但是呢 我现在不是八地菩萨 所以我只能 去一个像 藏鹰的腿这么小的 我放嘴巴里面 这叫狗了 这样子的 他的训练的方法 是非常特别的 训练的方法 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呢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比如说我们去 懂手术的时候啊 懂手术呢 来得快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的梯质 承受不了的话 那就不要懂手术了 还是保守质量 是比较可考的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 都是清清的 这个时候我们水缸里面的 这里面叫水楼 八地菩萨的时候 全部漏掉了 没有水了 没有水 这个时候没有水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生下来的是赶炉 不是水 是赶炉 以赶炉 替换了水 水楼掉了 然后赶炉有了 但是这个不是 华严静的本意啊 我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 如果这个水缸楼掉了以后呢 不管是水也好 赶炉也好 都保不住的 最后我们 我们的这个 这个杆官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看起来 人都不是人 都是佛 世界不是世界 是佛的坦诚 佛的坦诚 所以密法里面告诉我们 你去观想自己是金刚沙朵 那么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就是很乖乖的呀 很别扭的 为什么 我是来向金刚沙朵忏悔的 我是有很大的杀到阴亡的罪过 我现在是来给你忏悔的 那么你现在让我 让我自己观想为金刚沙朵 那我怎么忏悔呢 我这么一个罪业深重的人 怎么可能是金刚沙朵呢 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他告诉你 你杀到阴亡 罪业深重 是表明 本质 你的本质 永远都没有离开过金刚沙朵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八地的时候 你会知道的 那么显宗就说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八地的时候呢 不是 八地的时候是清净的 这个我承认 但是异地的时候啊 或者是现在啊 不是清净的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在另外的 宪宗的大乘佛教 就像唯摩接近 这些这样子的 非常深奥的佛经里面 佛就透露了 透露了 其实不是 实际上就是 现在就是清净的 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那么唯摩接近的这些内容呢 然后就 这个大摩诸实的这个轮殿 和无足红忍大师的轮殿里面 完全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是鲜密 渊荣 所有的争论 只不过我们自己很有知 不了解佛法 相互之间诽谤 让很多的信徒 造邦法的罪 不但是我们没有独化终生 而且让很多人躲地狱 这个是我们的结论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不能这样子 我们应该是越学 越能够精通 包容 这个圆容 越学 就先的所有东西越是矛盾 这样子我们的学习方法是肯定有问题了 所以 这时候我们的 这个水漏掉了 水漏掉了以后呢 然后呢 淫碎灭 淫我们就不需要去 刻意地去灭掉它 它就随着水的楼 然后淫自己就不存在了 自然而然就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去支离外面的世界 这个没有办法让它变成清净的 这是我们想办法 把心里面的不清净的东西排掉 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不清净的鲜香 不清净的鲜香 它就会自然而然的 不清净的鲜香呢 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以后呢 然后它的清净的衣棉 开始露出来了 就像我们空中的乌云 消闪了以后呢 然后蓝天 它自然就会出现 这样子的意思 这就是这个《华严经》的一句话 一句话 其实整个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 都说得很到位了 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呢 怎么样去涌呢 好 现在有办法了 办法是什么 首先去破坏水缸 如果水缸一下子不能分碎 好 那我们先在水缸上 想办法出现一个裂缝 这个用什么方法 我们去学中观 中观 学龙鼠菩萨的中观 学龙鼠菩萨的中观 这个中观里面的这些理论 不一定让我们真武 真武还要靠修心 但是它一定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真实的 深深的就相信 这个世界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这一点能达得到 这个我们过几天还会讲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方法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学中观 龙鼠菩萨的中观 也可以学金刚经和心经 但是告诉大家 金刚经和心经 虽然是它的层次高 高于龙鼠菩萨的轮 因为它毕竟是佛说的 龙鼠菩萨的中观 毕竟是一个菩萨讲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因为佛经里面讲得太神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归纳 比如说我们去学经 是一个什么样的干受呢 大概告诉大家 就像我们 让我们到一个厨房里面去 叫我们去炒菜 把各种各样的蔬菜 各种各样的蔬菜 全部切好 就放在那里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什么样的调料都有 放在那里 然后让我们去炒菜 然后我们不知道 这个什么样的菜 有什么样的油 然后有什么样的调料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里有太多太多的 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怎么样去吃 这样子的 佛经是因为 不是佛经不好 但是佛经讲的 都是方向性的东西 一些很多具体的东西 不讲的 这个我们《华言经》里面 都看得出来 像波罗波罗蜜多 十万松 几乎没有讲 他的具体的修法 他就讲这些理论的 然后呢 他的整整的修法是 弥勒菩萨的 净状言论 这是藏传佛教学习的 无不大论之一 净状言论 现广状言论 说错了 不好意思 说错了 现广状言论 净状言论 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 轮 轮 轮是一个菜 轮是一个 一个菜谱 怎么样 操菜 它写得清清楚楚的 用什么样的调料 怎么样去做 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看到有这些 蔬菜 有调料 然后呢 也有一本菜谱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怎么要操菜了 所以我们先 去了解 这个 轮 中轮 中观 学习中观 然后我们会知道 这个 在这个空心 一切都是空心 玩物都是空心 这已经出现了裂缝了 然后 这是一个理论而已 还要去实修 实修 那么实修呢 中观也有实修 但是呢 中观的实修 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层次不是很高 但是呢 我觉得 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呢 层次不是很高的发 对我们来说是 最有利了 层次太高了 我们可能用不上 先用中观 修 然后 再去修 禅宗 可以的 照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禅师 告诉大家 这样子的禅师 在哪里 我不知道 这是大陆的云居山 是禅宗的 非常非常出名的道场 也有经常都有禅棋 但是 里面真正的这些禅师 它的水平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通过一个禅师的 这个开示炉 我相信他有开悟 但是呢 这个禅师不在了 这个禅师不在 那么他的弟子当中 有没有这样子的 不知道 但是这个名字不说 我们说 谁禅物有开悟 谁没有开悟 这个不好评价 但是我就是 就是表达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我觉得啊 我通过他的书 通过他的这个开示炉当中 就发现 他应该是有 他应该是有开悟的 但是他不在 那么他不在的话 其他的 真正的开悟的禅师 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们去大厅 造一个这样子的禅师 一方面 他确定 有这个禅物 然后呢 而且有很丰富的经验 这样子的人 虽然他自己开悟了 但是呢 有些人修行的经验 不丰富 他说不出来 他不知道怎么样 标达 那么 不知道怎么样 标达 那我们学不到呀 所以他 他开悟了 没有用的 所以 有些人就 嘴巴很会说的 但是呢 没有 没有实际的经验呢 没有实际的经验 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嘴巴还可以说 但是呢 没有实际的经验 所以 闻了也是 你闻到最后的 关键的时候 我也说不出来了 所以你会失望的 所以就要照一个 真正的这样子的 开悟的人 然后去学 那这个是我们会真武的 真武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水缸上啊 就是穿了 就是砖了第一个孔子 然后呢 有大孔了 这时候呢 水就开始浓了 这是初步的 初步的真武 这叫做初步的真武 大圆满和大手印的 这个方法来讲 是比较快的 快和不快呢 还是要看 这个斯嘉欣和吴嘉欣的 基础老骨和不老骨 来决定 基础老骨做得很好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希望 能够 虽然不能分水 但是呢 完全可以 砖冬子是没有问题了 那这样子很好办呢 这样子水 不是一下子水都没有 但是呢 只要 只要这个 这个水缸啊 有孔 那这个水就逐渐逐渐的 就可以 这个水就可以漏掉的 这样子以后呢 不清净的现象 也就不存在 这是真实的 这个实用的方法 但是实用的方法呢 我们要单独的讲 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课里面呢 有一个菩提心的实修的方法 还有一个 这个 空心的一个实修的方法 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讲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 时间也超过了 讲到这里 接下来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根据大家的时间 多吻 稍吻 都可以 我们就交流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当中 一身复现 差成生 一一片理 差成佛 请问 观想自己 化为无数 差成生 而理佛之用意为何 对 这个叫做 菩仙王 菩仙菩萨的 宫云 云拱 菩仙云拱 菩仙云拱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菩仙菩萨 发光 星空发光 无数的光 每一个光的丁端 有一位 这个菩仙菩萨 然后这个 菩仙菩萨的 这个星空 有发光 发无限的光 然后这每一个光的丁端 由菩仙菩萨 然后每一个菩仙菩萨 手里 拿着各种各样的 公平 来供佛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 观想为 这个 成前三晚的 这个 神体 然后每一尊佛 前面 就观想很多的身体 去供佛 那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 这样子观想的话 我们 通过这种观想 可以积累 很伟大的质量 它的本意就是这样子 阿赖耶士 与阿赖耶的区别定义 对 阿赖耶士和阿赖耶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没有两个 实际上没有两个 但是阿赖耶士 后面加了一个士子的时候呢 它是在讲一个 一个 自知自明的人的 人的精神 从人的精神的角度 叫做阿赖耶士 然后这个人的精神呢 它就是一个 往里 它往里面 它就是一个自知自明 它不会往外的 往外去分析 判断 它不会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不会往外 它叫做无念 念头就是 它没有分别念 从没有分别念的角度来讲 阿赖耶 不嫁后面的这个士 其实就一个意思 请问 您在慧登禅修初阶中 引述月称菩萨的入中论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 精神与物质都存在 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说 则物质与精神都不存在 两者都是空性 请您解释 不存在的含义 是指无自信吗 还是今天开始的义 不存在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讲自空和他空 寒传佛教里面 没有这个词汇 但是内容是有的 内容有的 这个自空他空的词汇 引读佛教也没有 这是一个藏传佛教 他自己创立的一个词汇 所以引读佛教没有 寒传佛教没有 但是意思呢 寒传佛教也有 引读佛教也都有的 那自空他空里面讲 比如说 这个不存在呢 是从自空的角度讲的 自空的角度 我们今天讲的 八底的时候不存在 这个是叫做他空 他空的角度讲 其实这个自空他空 都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 但是我想啊 就像我们这里 有一些出家人 出家人呢 是专职的去学佛的 应该去研究 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 这个局师 那就不需要去了解 这么复杂的东西 不需要去研究自空 他空 但是简单的说 他空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到了八底的时候 这些水 刚才我们讲的水 都已经漏掉了 都没有了 然后呢 但是还有一个 清净的这个咸香在后面 水没有了以后呢 水中的这些刀印也不存在 所以对这个清净的东西来说 这个水和这个刀印 叫做踏 它已经空了 但是自己这个时候的子 就是生下来的清净的东西 叫做字 那么它没有空 它还在 前面的不清净的东西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存在在 这个叫做子空和踏空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 那么现在存在的这个清净的东西呢 那它是不是空性呢 也是空性 所以它也是一个子空 所以是不矛盾的 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但是呢 我们讲入种轮的时候呢 它一般的讲 它不会去提 提这个他空 然后它讲的 大多数都是子空 所以呢 不存在的意思是 五字心 五本心 空心 就这个意思 我们如何知道 自己是在保养水缸 而不是在打破水缸 如果我们没有处理性 烧香拜佛 烧头像高响 就去争取 去做到这个内探 密探 然后就是去这个 灌太多太多的 荒菜生的地 我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 因为我们过去 今天有一个密城的科 我问 这个会不会 大家有没有灌定 他们都说 没问题的 我们台湾人 至少有一百个 这个荒菜生的灌定 这样子 我们经常 就去灌 这个荒菜生的灌定 这些就是 在保养 然后呢 有处理心 有菩提心 偶尔去烧一点 高香 投香 买一点点 这个薄拼 然后呢 有些时候 就这个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也到 庙里面去烧一烧 香 白白佛 但是呢 这个不是终极目标 有处理心 菩提心 这样子的话呢 不是在保养 而是在 破坏 摧坏 这样子的 这边有三个问题 第一 是否能请上师 讲授 三主要道论 三主要道论 我们这次的 我们的课程里面 是没有这样子安排 但是呢 实际上 我们天天都在讲 三主要道啊 天天都在讲 出离心啊 菩提心啊 空心啊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三主要道了 但是以后呢 我们可以 以后再有机会的话 可以讲的 但是 毁灯之光里面呢 这个 书里面也有 三主要道的 这个 有三主要道的 略实 然后银拼 石拼里面 都有这样 三主要道 那他第二个问题 是问 该如何实修 圣意地上是空性 世俗地上是 如幻显现 实际上就 不需要这样子修 实际上就修了 生意地的空性的时候呢 世俗地的 如幻如梦 他不需要单独地修 他自然就明白了 那这个修法 我们 就过两天 有一个空性的实修 这个时候给大家讲 有受过向洗金刚法 但却向往极乐净土 是否能将收摄于 修法王如意宝 所传的阿弥陀佛 修法极乐捷径 这个两个都不矛盾的 比如说有洗金刚的 关钉 也可以修本尊 可以观香 这些都可以 另外一个呢 同时 也就是念佛 法王如意宝的这个 阿弥陀佛的修法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阿弥陀佛修法 特别特别的多 那就是这些都可以用的 可以比如说像 虚云老和尚讲的 像这个 禅金双秀 禅米 也可以这样子双秀的 我们平时都观想本尊 观想本尊 为什么呢 观想自己是本尊 为什么要自己观想本尊呢 我们刚才讲的 这也是一种快速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我们快速的把自己的这种 执着方向 然后以金刚撒朵的 这个 神体 我们把这个观想为自己 这样子以后呢 把快速的把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 这种不清净的 执着 放弃 然后一个清净的 神体来 取代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快速的到达 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 有帮助 所以奔尊的法 修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不了解 这些密法的这些修行 还没有珍贵的观顶 很难啊 我们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很多人都有 财神的观顶啊 什么观顶都有了 但是呢 实际上 有没有得到观顶 这也不好说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观顶的话 大家都以为 只要在这个房间里 就观到顶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这个观顶呢 我们这个人 这个啊 就在这个现场的 可能一部分的人 就有观顶了 一部分的人呢 虽然参加了 人在这个地方 但是不一定 受到这个观顶 包括菩萨节 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 一百个人 来受菩萨节 那有菩提心的人呢 他受到菩萨节了 没有菩提心的人呢 没有受到菩萨节 所以 汉川佛教的 这个三滩大节 里面呢 有菩提心呢 那这个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在这个之前 没有修好菩提心 三滩大节的菩提心 其实不是标准的菩提心 每一个人来说 是罪果 直接会伤害到别人的 其他众生的这些行为 叫做自信罪 然后佛制的就是 比如说出家人 出家人 这个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不能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 那就是泛节了 但是再家人呢 再大的声音 都不会泛节的 这个就是佛制的 听闻喇荣五名佛学院的汉僧 在修完五加行后 进入五步大论的学习 目前对于已修完加行 想进入禅修部分的弟子 却无因缘接触五步大论 看部是否能提供 针对禅修有所注意的经论 作为文师修学的基础 汉僧的班是有加新版 这个缩达基堪布 伊西彭作堪布 他们在安排 他不是修完五加行以后 就学五步大论吧 一部分人呢 学五步大论 同时修五加新 但是五加新修完了以后 有一系列的修法 这个有啊 苏达基堪布讲了 那个大圆满的 大圆满心心修系的石秀 那么这个里面呢 前面都是出离心和菩提心 四加心五加心 然后后面呢 也有禅丁 也有大圆满 都有 所以他们没有分 比如说 这个是加新版 这个是禅修版 这个是 就修大圆满的版 没有这样子分 但是呢 这些修行的 这个当中呢 这些比如说 这个苏达基堪布 串的这些法里面呢 都包含了 但是他们具体的 这么修 我不太了解 苏达基堪布了解 这个事情 请问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从心底深处 念得清清楚楚 算不算明观福田 明观福田啊 不算明观福田 明观福田呢 就是不是念得清楚不清楚 就是要去观想 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 看人们切在第一天提到 让心坚强 该怎么做 让自己的心坚强起来 这个要修处理心 菩提心 大左 人的心就会坚强起来的 请问看人婆切 做完五家行的台湾弟子 是否可以组织起来 到五名佛学院 请看人们切 给予进阶的指导 密法类的 这个不需要进五名佛学院 你们进五名佛学院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难度 就在台湾 当地修啊 修五家行以后就修禅定啊 修禅定以后就修空心 我觉得不需要去五名佛学院 请问 宇宙之大 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知道 请问佛陀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佛陀是怎么知道的 那下面还要问吗 佛陀呢 用他的佛陀的智慧指导的 佛陀的 佛陀佛有无知 无种智慧 其中一个智慧呢 就是 就了解这个世俗的万事万物的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指导的 佛陀指导的 这佛陀 《花言经》里面 《花言经》的藏文和汉文 我对照过 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藏传佛教的《花言经》 抵九瓶里面 这样的太多太多的 这个宇宙方面 宏管的宇宙啊 特别特别像是 今天我们 这个科学的 这个 发现的这些宇宙空间 非常的像是 像得比较多 但是 汉传佛教的里面呢 可能是 当时引渡翻译的时候的 这个版本的可能差别 可少了一些 但是也许是 次序不一样 有些时候啊 有些时候 比如说 藏传佛教里面呢 这句话 在第九品里面出现了 汉传佛教第九品没有 但是呢 在汉传佛教里面呢 比如说 十品啊 十五品啊 这些当中出现 这个我们没有来得及 从头到尾看 就有这样子 所以大家 去看一下 《花言经》 学一学 这个特别特别好的 那佛怎么知道的呢 就只能说 佛 他是用他的 这个 朝际的智慧 知道的 但是 其实这个回答 跟没有回答一样 你们也会说 请问佛教说 人生难得 但如果面临人生无常 需靠外在的呼吸器 为生的植物人 家居该如何帮助他 是消灾 祈求长寿 还是该念什么经文 那植物人的神是在哪 植物人的神是在哪 植物人也是一个人 人跟人一样 人的神是在哪里 植物人的神是也在哪里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的神是在哪里 所以更不知道 植物人的神是在哪里 但是只能告诉大家 植物人 就跟我们 他的 平时的这些思维的活动 没有那么活跃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但是呢 他是有 有神是的 到哪里呢 不仅仅是植物人 我们的生死在哪里 也很难说 佛经里面讲了 这个生死 他是没有质量的 没有质量 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固定的位置 所以生死是没有固定的位置 但是植物人 他不是什么特别 我觉得跟普通的人的生死 生死的角度讲 是一样的 那说要念什么经呢 念要试佛经呢 然后就是 这些都有直接的帮助 请问 如果有机会去五台山朝圣 应该要有怎样的准备 首先要准备钱 还要买人身保险 然后再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航空公司 去买机票 然后再去准备这个处理心 这个问题混得很好 现在我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我们想朝白的时候 首先没有买机票 什么都没有做之前 要观察一下 我为什么要去五台山朝圣呢 我想得到什么呢 我的冬季目标是什么 这个时候如果是为了健康 长寿啊 这样子那就还算了吧 暂时不取了 或者是我等把这个心态改变过来以后再去 如果像我自己解脱 这样子的话 那也告诉自己 这个也不是很好 如果是我想成佛 我想成佛 我想利益终生 所以我要去五台山 那就非常非常好了 这个是第一个准备 其他准备我不需要说 你们自己知道的 请问在修持大圆满龙青往生法 后脑已经出现了肿痛的现象 但是尚未流出黄水 吉祥草也未能插入 请问这样修持是否已成功 还是还要继续努力修持下去 修行的成功呢 首先是要去好好地学 这个婆娃的修法 然后要关顶 然后再去修 修的时候呢 这个非常专注的话 那这个头钉这个地方 的确是张出包 张出这么大的包 那这个心理学家肯定是说 这个是心理的作用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这个里面 真的是有一个道理 告诉大家 这个是亲身经历过很多人的 比如说有人 有些伤失去给别人 炒赌的时候 年破的时候呢 眼睛能够看得到 他年破的时候呢 他的头钉呢 这粒油 立即就会张出包 那么这个王之 他从来都没有修过 这样子的这个法 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王之他对这个上师有信心 然后上师呢 对这个破法非常的熟练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礼良 不仅仅是自己头钉 这个张出包啊 别人 王者还没有死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如果光是能够擦一个吉祥草 这个还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我们的头皮很厚的 所以这个吉祥草呢 从来没有修过破法法的头上去擦一下 试一试 我想可能也许可以擦的 所以这些都不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呢 如果张出包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念这个破法法 然后就头钉 一开始的时候很疼 然后呢 慢慢地张出包 那这个没有黄水 也是说明就是一个 是一个 他的一个结果 是说明他用功了 没有问题了 好 没有问题就好 非常感谢 我们最后大家回想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十八 魔力之天 魔力之天原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天神 亦为阳焰 光焰 主要为密宗所传 相传它神通广大 常在日天太阳神前行走 日天看不见它 而它能看见日天 它有自己专门的法门 佛经中称修习魔力之天法或送习魔力之天经 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 魔力之天的形象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天女形象 过坐获利于脸画上 一种为愤怒形象 面红如日出之色 身着红色天衣 红色即表示愤怒 挂阴落 戴耳环 晚穿 腰细宝袋 头上顶一宝塔 塔内有皮鲁遮纳佛 聚三面八臂 八手臂都持有物 左四手持无忧树枝 绳索 弓 线圈 右四手持金刚柱 针 钩 剑 三面面下各异 正面菩萨脸 端庄慈祥 左面猪脸 尖嘴咬牙 右面红子脸 面目细袖 每面又各有三目 他坐在野猪身上 或坐于七头野猪拉的车子上 这位天神在藏传佛教里影响很大 19 说节罗龙王 又名水天 原为印度婆罗门教天神 专门掌管水界 作为佛教的护法神 他专任西方守护者 也掌管水界 他主要为秘宗所信奉 秘宗还有专门供养水天的仪式 称水天法和水天供 其常见形象为身青色 其余龟背上 由九个头皆为龙行 又一种说法 认为水天为说节罗龙王 是佛教龙神中的大龙王 这位龙王还有一个女儿 叫龙女 说节罗龙王的形象 常见为头线龙行 身着帝王服务 阎魔罗王 阎魔罗王又称阎魔王 阎魔 双王等 阎魔罗王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 掌管地狱之主 一句废陀宗 称他还有一个妹妹 叫阎密 兄妹同婚 成为人类的始祖 他后来来到地狱 管理他的子孙们的亡灵 佛教产生后 把他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 阎魔罗王传入中国后 产生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阎王爷 阎王在印度佛教中 本为单独一个 经过与我国民间信仰 和道教信仰的融合 形成了十殿阎王 而通常以十大阎王的说法较为流行 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 也加入了阎王的队伍 成了道地的中国阎王 如范仲淹等 21.锦纳罗王 锦纳罗是天龙八部之一 其头上有角 故又名人非人 他为第四天部下 负责演奏音乐 故为音乐神 这类神有男有女 男性为马首人身 女性则端庄美丽 男性常于演奏 女性常于歌唱 锦纳罗女演唱起来 不仅优美动听 而且还会产生魔力 大智度论也说 有五百仙人腾云驾雾 在空中飞行 忽然传来了 锦纳罗女的动人歌声 大仙们顿时如醉如痴 旺乎所以 稻树一向失灵 纷纷从空中栽落传来 22.紫威大帝 紫威大帝又称 中天紫威北极太皇大帝 这一神明来源于古代 对北极星的崇拜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第五星 他住在天上的紫威宫中 由此也称人间帝王的 晋宗为紫晋城 道教吸收这些说法 尊居住在中天紫威宫的 北极太皇大帝 为四域之一 其职责是协助玉皇大帝 执掌天经地委 日月星辰和四时气候 因中国古代农业与气候的关系 十分密切 故太皇大帝深得民间尊崇 二十三 东越大帝 东越大帝 全称东越天祈人圣大帝 是道教重奉的太山神 他原也是我国古代民间信仰 道教吸收他后 说他是掌管人间生死之神 历代帝王对他驴宇包风 民间信奉也十分普遍 各地还纷纷建起了供奉他的庙宇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 为他的祭祀日 二十四 雷神 雷神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斯雷之神 山海经海内东经在 雷则中有雷神 龙头人身 古其父 太平广记 因神仙感通记传说 雷宫有兄弟无人 即天雷 地雷 水雷 射雷 又称妖雷 神雷 视为五雷神 今天在佛寺和道观中 雷神的形象 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半人半兽 虹头鹿法 似人似鬼 披甲 手持披衫服 另一种是人形 身着铠甲 面有瓷须 左手结硬 右手举锤 左脚踏骨 右脚做出脊骨的样子 总之 佛教护法诸天鬼神 是佛教神寺中最为丰富 奇幻的一部分 他们以护持佛法为指质 但有时也协助佛菩萨 做些化导众神的工作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 古文品说 因所度化的对象不一样 观音菩萨可化现为泛黄身